是我一记神拳 巨大的拳头凝聚而出 散发出的能量波动 竟是让的周遭空间都扭曲起来 当即对着灵动轰然爆响 紧接着又有几道灵力锋芒的强大攻势对自己袭来 试图将其击败 灵动显然也是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 眼中道并没有一丝慌乱 面色沉稳 下一刻 心神一动 吞噬祖福光芒闪烁 一道黑洞浮现出 其中的吞噬之力蔓延而开 将他们的攻势力量 直接吸入这深不见底的黑洞之中 而黑洞中 顿时爆发出能量的炸响声 似乎他们的能量攻势被吸收进黑洞之中 便是被分解开去 强大的吞噬之力 令得六名神奇急忙闪避 不然他们被吞噬进去 不死也得重伤 灵动抬头 冲着那六名急忙闪烁的第二神 暴冲而出 他们的实力也是极其的惊人 想要在短时间内获胜也几乎不太可能 擂台上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这十组之中 已经淘汰了许许多多的参赛者 而现在留在场上的 无意不是天赋极强又强大的神奇 激烈的战斗下 不管在哪里 都能感受到战斗产生的能量余波 以及能够响彻天地的对碰之声 除了灵动木尘这两组 毕竟激烈战斗外 还有一组此时同样有着不小的动静 那就是第一组 此时这一处战场 双方皆是拉倒极致 恐怖的战斗 你来我往 五名神奇对战李龙一人 竟是隐隐的 还处于下风 要不是萧炎的强大地炎之火加持 恐怕萧炎早已经淘汰 但是 随着萧炎所施展出来的可怕火焰 其他四名第一序列神都对萧炎 另眼相看 刚刚要不是萧炎施展出了可怕的火莲 将其李龙的那道攻势抵御而下 恐怕他们早已经败下阵来 所以他们五人之间 已经达到了缺一不可的程度 只要他们之中谁退出 那么这一场战斗的胜利 便是会偏向于李龙 又是几道可怕的能量碰撞 炙热的火焰化作火浪 朝着四周荡雅而去 地炎之火竟然发出的响声 犹如是将空气都焚烧了一般 五道身影倒退几十米 他们同样震惊地 看着不远处的李龙 没想到此人的实力 已经达到如此恐怖的境界 第一序列神巅峰领域 大家还有多余的力量吗 这家伙竟然如此难缠 在我们几人的联手下 竟然还是无法取得上风 还真是小看了他 刚刚与李龙战斗了这么久 竟然依旧无法战胜此人 而且刚刚李龙所施展的 还只是他自己本身的实力 嗜血铠甲的力量 还没有用上 我想那家伙 还没有动用真正的实力 怕是与我们热身 他们此刻 也知晓了李龙的强大 虽然他们之中 有一位实力达到 第一序列神后期 不过与李龙对战的时候 不停地被压制 这海天宗的少宗主果然厉害 不愧是前十的神势力 看来 我们算是踩到一块铁板了 四名第一序列神 无奈地沉生道 肖炎同样从容不迫 没有一丝巨异 这等星星 让人看得都不由自主的暗自感叹 这等星星 就算是他们都无法做到 没想到这来自下等级世界的神 竟是能够做到如此这般 实在让有些人都有些佩服 你们五人联手 也不过如此 刚刚与你们对战 我还没使出全力呢 竟然还能被我压这儿下 胜与败 已经非常的明显 要不你们还是投降认输吧 李龙贪了贪手 脸上挂着无比灿烂的笑容 似乎已经感受到 自己晋级前十名了一样 呸 让我们认输 这绝不可能 实力达到 第一序列神后期的那名 神奇不服气的怒道 他的背景视力 也算是一流 在许多神之天骄中 都是极为的出色 就算最后自己真的不敌李龙 那么就算输也要输得彻底 口气倒挺硬 既然如此 那么接下来 我便让你知道下 什么叫真正的恐怖力量 说完 李龙便是诡异一笑 身上的气息 竟是吸收进体内 众人有些不明白 李龙这诡异的操作 不过下一刻 李龙收起自身的神力后 便是释放出另一种力量 那就是嗜血之力 这股力量一出现 这片天地间 变得格外的暗红 起来 犹如是层层血雾一般 给人的感受 就是 无尽的杀戮 你们冥完不灵 那么就 让我将你们彻底的击败吧 嗜血之刃 很快 在李龙的周身 出现了极为可怕的嗜血气息 最后渐渐的 凝聚出一道巨大的心红刀刃 感受到这股嗜血的气息后 所有人都是为之一惊 这股气息竟是如此的可怕至极 就连那位第一序列后期的神奇 都感到一股危险的味道 李龙的力量 竟然达到如此令人震惊的程度 难道这才是李龙的真正力量吗 你们很荣幸 竟然能够让我选择 施展嗜血铠甲的力量 就算输了 也是你们的荣幸 李龙散发出一道笑声 看到对方几人那吃惊忌惮的模样 这正是他要的效果 大家小心 那家伙 开始施展极为可怕的强大招式了 感受到嗜血之刃的气息变化 他们自然都是有所察觉 当即面色一变 力声喝道 然而对于对方的喝声 李龙确实理都不理 直接锁定他们的位置 报事而出 随着嗜血之刃射出的那一刻 天地间的嗜血气息 变得更是浓郁了几分 实力稍差之人 要是被嗜血气息所入侵 那么就会变成一具杀人的戾气 没有任何的感情 唯有的就是杀戮 短短数息间 那新红色的嗜血之刃 竟是在那一道道震动无比的目光下 洞穿虚空 直至消炎他们五名神奇 大家全力以赴 不然这一招之下 我们必败无疑 其中那位实力最强的第一神 先是稳住其他人 然后率先出手 不过想要将这一招抵挡下来 必须要施展神迹了 几人心领神会 几人双手结印 在他们眼神一动之下 瞬间周围出现了 无比可怕的神之力量 黄蜂呼啸 那等气息 竟然暴涨至第二序列神巅峰 看来 这才是他们的真正力量了 远处的李龙眼神也是 首次出现了变化 因为就算是他 都感受到了一股对方的极强杀招 终于要施展最强之力了吗 也好 我就让你们彻底的绝望 在我嗜血之刃之下 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抗 嗜血之刃 直接洞穿了虚空 可怕的能量 疯狂的肆虐而开 擂台 都是疯狂的颤抖起来 这嗜血铠甲的威力 所以在这次的招揽神会中 晋级第一名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此时 在他们的瞳孔之中 嗜血之刃无限地放大 那距离已是出现在了他们的不远处 几人暴退百米后 将自己最强大的神技施展开来 神技 破天雷 神技 归原 神技 神风 斩 神技 逆天爆 四道神圣强大的神技呼啸而出 天地散发出雷霆乍响 急风闪电 简直就是能够逆天的强大招式 这四道神技一出 瞬间让的天地变得昏暗下来 恐怖又神圣的力量不断地弥漫虚空 在众人那惊骇的目光之下 四道神技与那嗜血之刃撞击在了一起 惊人的灵力冲击波伴随着撞击 疯狂地传递开来 恐怖的能量乍响 响彻而起 强大的爆破进风 直接将擂台催动了一大半 不过又很快复原了过来 所以说 就算力量在强大 都无法彻底地摧毁擂台 双方的极致攻势不断地对抗着 似乎不分上下 见到这一幕 那四名第二神 眼神稍微温和了下来 看来只要全力施展 就有机会对抗李龙 也就在他们这么认为的时候 那嗜血之刃 竟是新红色的光芒一闪 体积竟是变大了一倍 并且开始对着四道神技的攻速 缓缓地旋转起来 随着嗜血之刃的旋转之下 整个天地间开始激烈地摇摆而起 那天地间的神力 铺天盖地地 对着那嗜血之刃 疯狂地汇聚而去 那种波动 惊人 至极 此刻 刚刚缓和下来的四名第二神 其眼神之中 死亡般的气息波动 这种时候 只能倾力一搏 不然的话 就算收手 也会被其重伤 所以胜与败 就只能靠着最后的抵抗吗 弥漫着杀意的咆哮声 自理龙的嘴中浩荡地传出 只见得一种 滔天的星红血光汹涌 铺天盖地地 自其体内席卷而出 星红血光的力量 过于磅礴强大 竟然连周遭的空气 都是因此而变得扭曲起来 擂台之外的所有人 都是无比惊骇地望着这一幕 他们都能够看出来 擂台上的双方 都已是拼到了最后的手段 真是很厉害的神技啊 不过 话音落下 理龙体内的第一序列神力 在此时竞数地运转起来 下一刻 那嗜血之刃 竟是爆发出 能够瞬间吞噬一切万物的力量 在擂台震动之下 那四道神技 竟是被对方的攻势 逐渐地被削弱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三尺火影 火影头戴地关 身披火炮 面目与硝烟如出一辙 此刻整个天神山的温度 都是开始升高 带着一股毁灭的力量 直接暴略而至 瞬间绚丽火焰弥漫 天地 仿佛要将这片空间 都焚烧了一半 发出的火炎之声 天空仿佛都是 在此时颤抖一瞬 然后无数人便是见到 刚刚那三尺火影的攻势加入 竟然让得 原本失去胜利一方的局面 竟是扭转了过来 双方的力量彼此交缠 那等狂暴火炎之力 也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持续膨胀焚烧一切万物 简直害人至极 这道攻势 便是硝烟的最强底牌之一 终极严神 所有人都是眼带震撼地望着 那双方力量的交汇处 在那里 散发着强大能量波动 直接是对着那里的空间 彻底地撕裂开去 要不是第一等级世界的空间特殊 恐怕早已经崩塌了下 这道攻势 竟然如此强大 真的是那名叫硝烟的人施展出来的 还有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这股毁灭的火焰力量 就算是第二神都不敢恭维 不仅是他们震惊无比 就连那与硝烟联手的四名第二神 都是差点失了神 而他们却不知道 在硝烟这一招终极严神中 还有着一道焚神之力 也就是这股焚神之力 才能抵御住嗜血之刃的强大力量 并且焚神之力 直接吞噬着嗜血之刃 就算嗜血之刃再强大无比 在焚神之力的吞噬 以及终极严神毁灭力量下 都会逐渐地被吞噬殆尽 这可能可能 李龙竟是发现自己的嗜血之刃 正在被对方的那道毁灭招式 吞噬殆尽 他显然有些难以置信 他知晓自己的这一招 是多么的可怕 就算是面对一名第一序列神 都有着将其击败的效果 但是为何仅仅一名第三序列实力之人 能够施展出如此威能的攻势呢 在李龙那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双方的对抗也进入了尾声 那绚丽火焰奋力地冲击着 李龙那强大的攻势 最终被彻底地吞噬 焚烧殆尽 李龙望着这一幕 心中有些不安起来 虽然那三尺火焰 看似没有什么特别 可是其中有一股奇特的神秘力量 却是让得他心底里有着发寒的感觉 而园台上的天神山之主 以及天意神君的眼神 也都是露出一抹吃惊之色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仅仅是下等级世界之人 竟然会有如此的力量 原来他才是这一届招揽神会的黑马 隐藏得真够深啊 天神山之主的嘴角 都是抽出了一下 他虽然管辖整座天神山 也可以说 他已经是天神山中最强之人 实力也达到了第一序列神巅峰层次 但此时感受到 硝烟那由终极炎神爆发出来的力量 都是有些忌惮起来 越来越有意思了 第三等级世界的这三位参赛者 可以说天赋极强 天意神君眼神微变 他也没有想到 硝烟灵动木尘三人 会有如此的强大实力 而且这还是在越级挑战啊 如果那三位最后都能加入我们神奇联盟 那么必定有着无可限量的潜力 届时 我们神奇联盟将会培养出 比本神君更强大的存在 也说不定 或许每一位强者 见到天赋强大的人 都想加以培养 而神奇联盟也可以说是 专门培养各个世界之人 才最佳之地 当然这是建立在 你是否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值得让神奇联盟培养 而硝烟灵动木尘 所展现出来的天赋 和强大的力量 便是被天意神君看中 只不过不知道这硝烟 能否战胜海天中的理龙 要知道 李龙的实力 早已经是第一序列神巅峰 而且此次 在拍卖会上 拍的嗜血铠甲 将其成功融合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比较 李龙已经是无敌的存在 不管硝烟的实力多强悍 都不可能击败李龙 除非硝烟的实力 能够比李龙更强 不然是无法赢得 胜利 接着 众人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有些人说硝烟 才是隐藏实力的真正强者 也有人说 硝烟会败在李龙的手里 更是有人说 李龙会败在硝烟手里 而最后这个说法 则是占小数一部分 大部分的观战者 还是认为 硝烟会输 虽说刚刚的终极炎神 极其强大 但也不可能一直施展这招式 毕竟想要施展这等强大的攻势 需要大量的神力支撑 才行 片刻之后 那四名第一神 来到硝烟的身边 此刻他们的目光好奇 打量着硝烟 就连他们都感觉到 一股在硝烟身上 隐隐散发出危险的气息 他们很肯定 就算是他们四名 联手攻势下 也不一定能够胜过硝烟 没想到你的实力 竟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突然李龙的声音 便是传入他们的耳朵之中 他正在望着这边 并且已经将硝烟 视为最有危机感的对手 而对那四名第一序烈神 则是看都不看 要不是刚刚硝烟出手 抵御下他的嗜血之刃 恐怕这四名第一序烈神 早已被自己所淘汰出局 不过 你可不要觉得 你刚刚所施展的招式 就能彻底击败我 我说过 我会是这一届 招揽神会的第一名 而你也是淘汰者 李龙挥一挥手 在赋于自己的背后 仿佛在表示 对付你是相当的容易 硝烟耸耸肩 表情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一如既往的平静 然后说道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晋级前十名 但是你不可能是第一名 此话一出 直接震撼的全场 如果实力不够的人 说出这句话 那么是必死不疑 那么如果是一位 有底气有实力的人 说出这话 那么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 很多人都觉得 硝烟是前者 第三序列的实力在强大 也不可能击败 第一序列巅峰 以及融合了 嗜血铠甲的李龙 希望你的口气 与你的实力一样 不然我都不保证 将你出局的手 重创你 听着硝烟的这一番 狂妄话语 李龙那是相当的不高兴 要不是介于 招揽神会的规则 那么必须要将 如此狂妄的小子击杀 才能缓解心头之恨 你的废话 是真多 还打不打 硝烟 都有些无奈起来 这李龙的口水话 如此之多 是刚刚被自己的 终极言神给震撼到了吗 不敢出手不成 好小子 既然你想死 那么我也没办法 让你知道 一下我与你的差距 是多么的遥远 身为第一神巅峰的他 自然受不得硝烟如此说 当即李龙身影一闪 下一刻便是出现在 硝烟的后方 速度极其之快 然后运转自身的第一神力 一拳轰出 可怕的气势 直接震飞周围的空气 而在硝烟那 主进灵魂的感知下 就算李龙速度再快 也快不了 主进灵魂的探测吧 距离那李龙的强大一拳 快要轰击在 自己的后背上时 硝烟一个诡异的身法 便是消失在原地 李龙一拳击空 并没有吃惊 反而脚跟落地后 同样如闪电般的身法 自直接朝着一处方位 略去 你躲不了的 在我第一神的感知下 你的任何动作 都无法逃脱 锁定了一处 上空的空间处 李龙再度挥出 自己强大的一拳 这等攻势威压 直接令得硝烟的身体 竟是行动缓慢起来 眼神微微一鸣 眼看对方的强大一拳 即将要击中自己的时候 绚丽火焰的锯齿 直接挡在了胸前 然后轰的一声 顿时空间微微震颤 绚丽的火焰锯齿 也是被轰出了火花 可怕的第一神力 还在不断地冲击硝烟 拿出抵御的圣火横骨齿 有一道极为沉闷的声音 响彻起来 可怕的力量 直接震飞了硝烟 一道身影 倒势而出 竟然被击出了数百米之远 虽然刚刚用圣火横骨齿 抵挡住了对方的致命一击 可是那反正过来的力道 直接让那硝烟的手臂与身体 都受到不少的伤势 这就是第一序列神巅峰的力量吗 的确很强很强 硝烟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还是与对方的差距很大 刚刚施展的终极阎神之中 有着焚神之力吗 方才能够与之对抗资格 而李龙见自己的攻势得手 脸上露出不屑的眼神 这硝烟的实力 也就第三序列而已 看来自己是想多了 真是会装枪做事的小子 小子 你刚刚的那股力量呢 怎么不施展了 如果你没有底牌的话 那么我现在就让你彻底的出局 李龙的双手核实 一股新红色的神力 自他的全身散发而出 随着这股力量浮现 天地间的神源之气 都是被吸进体内 从而爆发出更为惊人的力量 小子 这一招你能接得下来吗 百刃是血 瞬间李龙周围的新红色神力 化为数百道尖锐无比的血刃 而且每一道血刃上 都蕴含着能够重创 第二序列神的强大力量 就算是第一序列神 都要暂避锋芒 如果硝烟被这血刃击中 射入肉体之中 那么还会吸取硝烟的神力 所以李龙的这一招 是必无可避的招式 也是无解的招式 除非自身的实力足够强大 否则想要以第三序列神力 突破这样的重围攻势 几乎不太可能